哈喽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一期包包的分享 Gucci这个牌子的 是比较小众的两款包包 不是最近这几年 Gucci的那种风格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见过这个样子 这两款包包呢 都是老花的 都是代表当年买Gucci时候的 那个年代的一个风格 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手柄 这里也是比较长的 其实我觉得它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它的这个油边走线什么的 都是非常好的 它内里的这种走线 其实都是走的精细的这种 它设计的两个手柄 都是这样比较长的 正反两个手柄 然后手柄这边是有 它比较经典的绿红配色的 然后这边它是有一个 很精致可爱的小蝴蝶结 稍微正规一点的包形里面 又有一个很可爱的 一个小优雅的存在 这边的话就是没有蝴蝶结的 理论上你可以把这一面 当作是它的外侧来背 那蝴蝶结就是在这里 在四角这里是做了这种 皮拼的一个面的处理的 也就是说你经常外面 容易碰到东西的 边边角角这里呢 它是有这个皮面的拼接的 包包的底部呢 也是有一大片这种皮在这里的 防止它的磨损 因为它其他老花的地方 是布面的嘛 而且它有做底钉 它的这个底钉是比较有趣的 是这种凸出来的底钉 就不像爱马仕 还有艾薇的包包 它没有这么圆 它这个底钉特别圆 唇凸出来的 你摸上去就像那个 阿玛门豆一样 整个是立起来的 它的拉链呢 是双向的一个拉链 两个都可以拉动的这种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 随意地拉到任何你想要的位置 整条拉链 你都拉到中间这个样子 嗯也是可以的 拉锁不是说 超级无敌顺滑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也是挺好用的 我一般都是把它 拉到一个单侧这样 拉链这里也是比较经典的 一个Gucci的绿红配色 上面也是有它的logo的 是花体鞋体字的Gucci 我觉得它应该也是 考虑到了易磨损啊之类的 所以它拉链这里 也是做两条这种 明显的皮的一个拼接 就不太容易把那个布面拉坏 它的内里其实是特别特别好成的 因为你们也看到它本身就是 比较大的一个包型 又是比较长的 它的内里整个是布面这个样子的 这一块呢是一个皮面的标 写着Gucci 然后这边的拉锁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皮面 多了一个口袋 相对比较小一点的口袋了 我觉得大概也就是放一些卡啊 一个手机 卫生用品之类的 另外这一边呢 它是有做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口袋 就在这里 比较适合放卡吧 也放不进去手机在里面 用起来你也不用担心它内里会磨损啊 就是因为它就是布面的嘛 也相对比较好清洁 包型挺优雅的 不是那种很烂大街的那种 加上腋下比较流行 就感觉还挺坑斗它们出街的那种感觉的 那肩背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稍微有一点点长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是有一点点梯形圆的那种弧度在的 也还挺时髦的 就是挺好看的 如果你要是手定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好看的 最近没有背它所以需要再称一称它 但是无论是它手柄的这个比例 还是整个这个包型 就我现在看来的话 我都会觉得它挺耐看的 这款是当年在香港的时候买的 挺特别的这么一款包型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它常态的一个包型了 现在是肯定是见不到的啊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所以想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款特别的一个Gucci的包包 接下来介绍一下第二款Gucci的包包 它也是一个老花的 但是它会比刚才那款要更加的年轻态一点 大的一个托特 这个我用的话会相对多一点 所以你看它软塌塌的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 它这个银我觉得很漂亮 那种银灰银灰的颜色 但不是灰啊 它这块的蕾色的标也是一块银色的 上面写着Gucci 这边有它经典的条纹的这种拼接 Gucci不是也有它常态那个托特吗 通体的老花是经典颜色的一个老花嘛 然后是布免的 而且它配的那个条纹是红绿条纹的 上大学那时候我感觉这款包特别常见 尤其是在新加坡就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在乌节路上经常会看到 有人背着这个样子的托特 普遍老花的颜色 红绿的条纹的配色 所以我会觉得它虽然很耐用 适合在新加坡那种街头 穿个塔拉宝人字托啊什么的 就感觉很常见的一款包 但是我不是那么喜欢那个配色 直到这款 这款是我在日本的时候看到 并且买下来的 它是银色的 相对应的拼接的这个颜色 是这种蓝白 还有点灰的这个颜色拼接的 而且这个白呢 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 是很好看的 有点偏乳白的那种颜色 跟这个银色的小雷射的这个logo啊 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布面 对这种银灰银灰的颜色 都特别特别的搭 因为是这种脱特嘛 我觉得这种形也是 软了塌了也无所谓的 就背起来很好看 正反两面都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有一面是有logo的 有一面是没有logo的 包括它的底部 整个这个条都是这样一直过来的 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个配色 而且我真觉得它很耐用很实用 它的内里整个也是布面的 配色的布面 但是它有一个logo 这个logo这里 又是做了一个银色的logo 跟外面的这个相呼应 里面还有一侧是有内袋的 但这个内袋特别特别的小 四个手指都挤进去 有一点点局促了 我觉得也是就放个卡的样子 最最里面 还有一身份的一个号码 就有点类似于Tanel一样 它这里面也是有它身份的一个号码在这里 非常非常能装 你看它真的很大 通勤啊 带娃都是没有压力的 买菜也都可以用 这两款的 其实着货量都非常非常大 就跟前几年 Gucci的小包包那种斜块的风格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很特别的 可能属于那个年代才拥有的一种魅力吧 非常经典的 真的也是不过时的那种 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 我跟大家分享两款 Gucci的包包比较特别一点 就不是那种常态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包包系列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欢迎能够关注我 我是Crystal打开小铃铛 就能跟其师收到提醒了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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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